大家好,欢迎来到仰望美食,我是T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年糕的做法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糯米要提前泡好,浸泡一夜 准备一个空碗 倒入一些食用油 用刷子刷均匀 将糯米放入碗底 压实 很快第一层就铺好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些大枣 把大枣切成喜欢的形状 铺在第二层 如果不喜欢吃大枣,放葡萄干也可以 或者其他你喜欢吃的蜜酱 然后我们继续铺第三层糯米 每一次都要压实 铺好第三层 我们再铺第四层的大枣 我们看看侧面 然后我们大火蒸15分钟 取出来之后 在年糯上均匀地撒水 糯米会把水吸干的 这样反复几次 让糯米喝饱水 打湿一块纱布 盖在表面 再大火蒸30分钟 蒸好了 用小工具把边缘剥松散 然后我们倒扣 刚蒸出来非常烫 注意不要烫到手 然后我们再装饰一些葡萄干 切开尝尝吧 吃起来又甜又糯 层次分明 如果想让葡萄干看起来饱满一些 可以盖上保鲜膜 放一段时间再吃 拍个写真集吧 吃之前刷上一层蜂蜜 看美美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仰望美食 为我点赞 转发 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